OBMA OBMA就是我們九龍華人的救生音樂協會 我們今天舉辦了 我們應該是第1、2、3、4、5次的 與大師對話 我們叫做這個 Dialogue with Master Series 我們OBMA成立的目的 除了想有一群華人的救生 可以一起在畢業之後 繼續去玩音樂 也可以將音樂的精神傳承給我們的師弟 以及整個香港的社群 所以今天大家來到我們很開心 因為我們今天不只是有華人的朋友 也有音樂的朋友 Louis的朋友 Louis的學生 也有家長等等 我們這個初衷 見到有這麼多人 今天很開心 我們之前OBMA做了幾個 我們叫做大師的對話 包括有什麼呢 我們第一次是Tekno 大家知不知道Tekno 羅尚正先生 是著視音樂 因為那時候是疫情 所以我們就在他的Studio 他的家裡跟他訪問 放上網 然後我們有陳永華教授 陳永華教授 就是我們一個香港很著名的音樂家 作曲家 有很多的足跡在香港 香港的音樂成長 都是陳永華教授 做了很多他們的功夫 現在他大部分時間 就在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那邊的音樂學院 做一個set-up 為深圳離開了香港之後 再做好音樂教育 另外我們有陳心瑤 陳心瑤大家可能有看過電影 叫做《哪一天我們會飛》 有看過的大家 那套電影是很青春的例子 陳心瑤在你舊身 也是一個很好的編劇 我們也找他講一些不同的 不只是音樂方面 而是編劇方面的 上一次也找了盧經文教授 盧經文教授 可以說是香港的歌劇之父 因為他分享了很多 香港早期一些歌劇的發展 他是南拔稅的學生 我都會請他來 當然我記得挺開心 我也是做facilitator 而今天我們承接著歌劇的主線 請到很開心 請到很年輕 非常之出色的音樂家 歌唱家 Louis Korn 郭麗玲 多謝 我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Lexley 陳簡喜 我也是在那邊玩畢業 我也是在音樂救生協會 在這裏我們擔心工作 很希望可以靜著去調良 我們有一班師兄弟 一起去 分析一下 不就是師兄弟 我們一起大家 來分享音樂 今天我們很開心 請到Louis 來介紹一下 Louis的背景給大家聽 我相信大家 在Google那裡 打擴大名 或者打Louis 都可以有很多他的資料 Louis 他是土生土長的音樂家 歌唱家 他在2014年 已經在我們藝術發展局 推動香港藝術的政策局 就拿到一個藝術新秀獎 他的能力 已經是首次來十年前到去 2019年 就更加獲得 十大傑青的名牌 是一個非常之出色的音樂家 他覺得音樂 在一個年輕的 出色的一個 界別那裡 是做了很多事情 因為不是很多音樂家 可以拿到十大傑青 這個我們真的很鼓舞 在2018年 Louis在浪漫的歌劇院裡 就出現了音樂劇 我們是 百波希米亞人的咪咪 除此之外 他還做了很多角色的歌劇 包括 蝴蝶夫人裏面的七仇山 卡門裏面的 Michella 杜蘭島裏面的 紐兒 鄉村劇士裏面的 薩圖沙 霍加樂的婚禮 即是莫扎特的歌劇裏面的 白雀夫人 Louis在他的成長歷程裏面 很多音樂的比賽裡面 都有結出的表現 我們講幾個給大家聽 就是 在奧地利的比賽 第十八屆 泰利雲尼 國際聲樂比賽 里亞軍 最佳的高音 以及觀眾獎 而在意大利的 紐金國際聲樂比賽裡面 他更加獲得第一名 今天他就會跟我們 分享一下 在這麼多的 不同的經歷裡面 譬如在香港讀書 在外國讀書 然後進入音樂的 專業裡面 有一些成長點證 而當中 我知道 Louis都準備了一些音樂 跟我們分享 如果大家有問題 想問Louis 可以在我們今天 比較後的環節分 我們就不只一邊說 一邊問大家 就是想 時間可以掌握得好一點 OK嗎大家 OK 好 那我們事不宜遲 我們暖一暖場先 大家可以掌握 好 好 好 我們先問你 Louis 最近你已經在行什麼 最近就帶了 DLC Festival 再之前就有出演 康哥條 Hermonic Orgistar的一些 演唱 兩樣很不相同 一個是較多 我知道你在合唱方面 也很有經驗 因為你在讀中學的時候 也就是演唱 剛剛你講過比利羅斯 可不可以講一個比利羅斯 大家知道比利羅斯 對中學是在港道 都很厲害 是歷史的女校 可不可以講一講 你好像是比利羅斯的舊生 是嗎 是的 比利羅斯由方剛開始當成 其實是差不多由方三 開始入他們的合唱節目 因為我入他們的合唱節目之前 我一直都是鄉語唱 我鄉語唱節目 我從七八歲開始唱 那時現在可以唱到十八歲 那時去到方一的時候 其實有一點覺得 我在外面 你鄉語的人 現在不知道是不是 我是鄉語的 那我就不唱學校 不一樣的 對 我都是這樣 但那次方一方二 就沒有唱學校 但方三開始 為什麼呢 我不在家 可能 有事給我做 可能 你做了Session Leader 那我就沒有一些存在感 那我就回到VTS做 有跟他們一起唱 所以我方三才開始在VTS唱 那 你會問我和九娃有什麼關係 好一下 好 然後我們放拖 那時就開始和九娃 混合 應該不是 那時候叫Magical 應該就變成 Omsemble 又一起組 Omsemble 抱歉 抱歉 我最記得 你們學校的禮堂是 斜 不像鐵架的 有的 有的 我們覺得很有趣 我們去到的時候 我記得當時這個老師 是現在 還要分腦 要用區後 對 要分腦 應該不在這裏 反腦 當時就已經覺得 你們可以和我一起唱得很好 多謝 我代師弟師兄多謝 到昨天我和他們練 狂山 我都覺得很厲害 你現在可以保持著 那時拍得那麼好 沒有 那股沒有 真的很好 我講一些歷史背景 都是承接著Louise說 想當年我自己在九龍華讀書的時候 都是跟比利羅斯合 其實我們有沒有overlap過呢 是嗎 我都不知道 有 不是 當時你教的時候 我正在做工 即是我讀書 你讀書 你讀書 你差一點 吃車 吃車 所以大家會知道 我當學生的時候 已經是跟比利羅斯交 但當時 Louise又未出現 Louise還在小學 當時 我當時在玩的時候 我唱歌是為恥 你知不知道我做什麼 是可能半奏多 但現在已經很久沒有彈琴 已經很懂得半奏 當時真的不合唱到半奏 我最記得有一年 是跟比利羅斯 就是彈青春舞曲 青春舞曲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青春舞曲 當時已經是跟美羽老師在一起 我後來拔了業 回來做教師 是音樂老師 Louise也是學生的 那時候 剛才說一下姚潤坤 就是我們一個師兄 在我之前 他主要教英文 但他有些少幫我合作 現在他都做自由資 幫我習英文 有時候在香港電台 電視台都聽到這個聲音 在中學的時代 不如說中學時代 對你的音樂的決定 為何會走音樂路 塑造你音樂人家等等 他有些甚麼影響 因為我有唱鄉宜 我覺得鄉宜可能對我 在閒音樂是最大的影響 因為鄉宜的路師就是Spot 這個制作最大的影響 我覺得他給了很多很正確 和很多很好的音樂教育 我入到鄉宜之後 上了他發音樂路 然後到Velos的時候 我覺得 因為我比較適合 當科那一排 其實是我們學校 音樂路師最fluctuate的時候 那一排就是沒有老師 在幫科班的時候 所以就變了很多 學生那麼膽 自己要擔心所有東西 因為當時全部都是 一些substitute的老師 那些substitute的老師 要幫你 幫你加快 所以當時覺得 我真的很喜歡做科班 或者很喜歡音樂 那一排由我自己參加 音樂路師 那一排由我自己參加 音樂路師 所以就開始學唱歌 那學了唱歌 那老師又給了很多歌 那我就開始放過 其實我讀書又不聰 不如我大學讀音樂 那這樣 所以最非就選擇音樂 其實對你來講的影響很大 都是Hernie Mis Paul 剛才你講的很多音樂教育 可不可以講一講 有什麼方面 Hernie的音樂教育 是栽培到你 或是播放一個種子在你身上 然後你跟著就走到音樂路 我覺得Hernie老師 也會 是呀我們要 因為我覺得Hernie最好 她每一年要考試 每一年考試 她會給很多細讀 要考慮你 要問你幾個音樂 站出來唱 你要自己唱 就不會被人影響到 那這些東西 可能由你 我們叫做初班 中班開始就有了 所以其實每一年 那些小朋友都會這樣做的時候 其實那個影響是不好的 所以上得 例如Skot那班 以前叫做Chain of Power 現在叫做Consert Power 上得最高的班 全部都是Cyber要很快 可能一天氣氛好 你就已經要 一次要關掉音樂 第二次就已經有少少要求 可能現在厲害 以前就沒有少少要求 所以這個是我相信 Hernie本身的系統上 是一個挺好的 對小朋友的 音樂教育上 挺可憐的 那Mis Paul 我覺得她本身指揮的方法 我很喜歡看 就是我覺得很肯定 我們小朋友 而且她對音樂的理解 跟著她再教一些小朋友 怎樣去理解音樂 不是寫的 合不合音樂 是她為何要這樣寫呢 那個歌給大家聽 是甚麼感覺 那就會令到整個歌 有同一個想法去唱一首歌 我相信在座都有很多合唱團的朋友 我看到有同學在這裡 剛剛跟Louis分享 在合唱的時候 我們有些怎樣做得更好的音樂 就是見我耳朵長說 唱歌有意思是合唱 要用耳朵 因為不只是這個聲音 也聽到之前 在那個要求 都有要求 對我 例如說 給你一份譜 你馬上延長 我現在 不知那些學生 最近紛紛在畢尼諾市道 做指揮 我想問一下 你最近釋回的指揮 你可以分享一下 你的看法 是否跟你以前的要求 一樣都是那麼高 我要求是一樣那麼高 但是 我要求是一樣那麼高 但是 但是 因為今年是我第一年 真的很慶幸的老師 因為老師請我回去 他說不如你幫我們教你 我回去的時候 其實有一點點驚訝 我覺得 可能因為COVID有幾年 然後老師又轉了很多 所以 那種都是這樣 很大的 可以有很多對付空間 所以 所以 我的要求是很高的 但是 我見到他們進步了很多 周圍有十月回去 到現在 Tunier Empire 我覺得他們 首先 凝聚力是重了 我想可能 每一年 他們多些人去參加 現在 可能ECA 對他們來說 COVID對他們來說 是沒有辦法的 其實我的目標就是想 可能 三四年之後 COVID是一個 他們想入的 一個 一個 VCA的一個人 這個 是我想做的 真的很難得 一位 先生 很難得 就是 Louis的好忙 我知道 Louis有很多的演出 還有很多 國外的邀請 他們都要離開香港 去演出 你都可以抽時間 回到自己 去母校 去教一班師妹 其實這個 真的很難得 也都是 在COVID之後 我們香港的學生 其實真的 少了很多機會 我以為是那三年的網課 或者一些課外活動 在一個行集 都是停了 當地 我自己又去看不同的比賽 聽到 學生都很盡力 去做到自己最好 去進步 好像每一場 都看到學生 比上一場 就算是同一個學校的合唱 比上一場 又好一點 如果大家在座有時間 我也建議大家 可以3月18號 去支持一下 我們今年香港得獎的學校 如果我們現在去康民署 的城市 電腦心血網 如今可能 都會禁止 可能 在文化中心 當日有 第一組別 市區學校第一組別的 合唱拳賽 的小小門票 因為我們有男生 學校 女生學校 有同性組 也有雲性組 去支持我們香港的年青人 我想身體力行為很重要 好 我們講了一些中學的回憶 這個時間 不如我請了一位會議 你可否準備了一些音樂 我今天準備了三首歌 我記得 今天的狀態不是很好 如果我可以唱幾首 其實我比一首唱歌 都是最笨的 我第一首唱的是 你剛才說 因為我們講到俗讀書時代 我選了Mozard的一首歌 Mozard是Cosivatutte 即是《女影森》裏面 比較出名 這首歌叫Communist Column 那為什麼我唱這首呢 因為我自己最喜歡Mozard 我比較喜歡 因為它比較exposed 就是它很聽 即是很聽 你人可以說它很容易 其實它是最難的 這是我讀書時代 唱得最多的 然後我們沒有講 即是 對 這件事是我想唱 比較多的音樂 想唱得不錯 我想唱給大家聽 這個時間 我們讓Lubis 稍微要我去講 按一下 我去準備一下 待會小弟 就會幫忙按一下 如果稍微按錯 就不要怪我 因為角度有點難 那待會呢 Lubis就會自己在這裡彈 一邊唱 我想大家 待會都要給一些 掌聲 Lubis 那麥澤特呢 現在你先來 Lubis還來的時候 我又講一點背景 即是 麥澤特特是一個 在歐洲音樂裏面 古典樂器 叫做非常重要的音樂家 也奠定了 我們歐洲音樂 一個很重要的基石 他在古典樂器裡面 我們叫做第一位 有學派 其實是三個重要的人物 第一個是海頓 海頓稍微比莫震特 少許 然後是莫震特 而之後是誰 下一個背景分 跟大家講 這個時間 交給Lubis 我去準備一下 PowerPoint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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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上一下 這首歌 其實是 故事說什麼呢 有兩個男生 有兩個女生 然後 當然有六個最主要的角色 這四個兩個女生的角色 還比較主要 兩個女生是姊妹 一個姐姐叫做Dorabella 一個妹妹叫做Dorabella 他們兩個分別有兩個男朋友 A好幾乎 然後 Fieldbigi 和Dorabella 現在是Fieldbigi唱的 那兩個男生說 我現在回去和我兩個女朋友說 我們要去服兵役 我們不會回來 拜拜 然後他們再換了衣服 就扮其他人 其實我都不明白為什麼 他會覺得換了衣服 會認不到你 總之他就換了衣服 扮其他人 然後那兩個男生 扮了另一個男生 就去Stealse這兩個姊妹 然後這兩個姊妹 姐姐現在唱這首歌 就是在家裡 或者是一個 一個in-door的環境 就這兩個男生 就走過來 就說 我現在要Stealse 然後這個Spiritbigi 就保護她的妹妹 然後就說 我是不會 我們兩個是非常專一的 我們是不會背叛 我們的男朋友的 就是整首歌 就是上廣言 Cornet Scolio 其實Scolio 就是一個石 I'm like a rock I'm immobile 因為這幾正是可以 Speech ATP Vinc 好,好,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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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